双十一是消费者的狂欢,对整个快递行业来说也是一次大考,尤其是在农村快递行业的发展更是存在着不少问题。 如今农村的快递业务量一直在上升,今年的1月到4月份增速更是超过了30%,但是从整体上来看,部分农村的配送体系却一直跟不上不说,很多农村快递还存在二次收费的现象。 网购时明明已经付了快递费,签收时却还要另外再付一次费用,这是很多在农村生活的朋友经常会遇到的现象。 这些人取见时,每个快递要另外付一元、两元甚至更高的费用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乡镇的快递网点即使采取了二次收费,也不会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。 这样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规定,相关部门也三番五次的声明不允许。 可是农村快递二次收费的现象仍然是履禁布置,这是什么原因呢? 对部分乡镇的快递网点而言,二次收费岂是关乎一个网点和从天人员的生存。 从电商平台批量发出的快递,平均费用并不高,尤其是经过层层分成之后,到了乡镇快递网点已经是最后一环。 能够分到的快递费用经常低到无法覆盖成本,如果不采取二次收费的方式,这些网点实际上很难创收。 另外,虽然电商的包邮意味着中间没有额外的收费,但是实际上很多快递公司都没有覆盖到乡镇一几。 农村很多的快递网点也都是自负盈亏,如果另外不收费,就很难维持和经营下去。 这样看来,农村的快递网点二次收费也不是没有原因的,只是从村民的角度来看,自己另外付了钱还没有享受到送货上门的服务,难道消费者就应该当冤大头呢? 如何才能真正打通农村电商的最后一公里呢? 对快递行业而言,要打通快递到乡村的最后一公里,一方面需要整合各种资源,比如使用多家快递公司,可以使用同一乡镇代理点,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降低配送成本。 另外一方面,配送费用要覆盖到成本。 从这一点来看,很多网友认为快递不改二次收费,其实可以按情况区别看待。 如果超过了配送范围,在双方同一的情况下,额外收费倒也说得过去。 眼看着今年的双十一在即,快递行业也即将迎来业务高峰期。 在各家快递提价的情况下,不知道服务的质量能不能有所提高呢? 关于双十一和快递收费,你还有哪些看法?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